各位不好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的议程我们就先开始 那这一场议程是由Andy 为我们带来Tim的Coloutine加上测试 那我们先欢迎Andy 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测试Coloutine 那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Android的工程师 那也有在开发Flutter 那其实我蛮喜欢Coloutine的语言 所以有时候会参加一些Coloutine的活动 那我有两个儿子了 那最后就是我其实在今年已经出了一本书 叫做Coloutine小宇宙 那它是关于Coloutine的内容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大概就是Coloutine相关的测试相关的内容 那大概会分这几个部分 那第一部分我会跟大家带一下说 Coloutine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基本的东西没有观念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开始要测试 这个Lunch跟Async 那测试完之后 我们要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里面的API 测试的API 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些 就是如果要测试的话 要怎么样做比较好 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是 怎么样去测试这个Flow 那最后 最后最后最后就是 如果我们是用Android的话 那可能要需要 面对这个Dispatcher main 要怎么样去处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Coloutine的测试的API 它是这样分布的 它有一个 主要是有一个RunTest在这边 那在RunTest 它其实会建立一个叫TestScope 那TestScope里面会有 一个叫TestColoutineScheduler 那这个是控制它里面的时间的部分 那这个等一下会提到 那在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其实会用到一个叫TestDispatcher 那因为我们其实在Cloutine呢 是用不同的Dispatcher来做 等于说是执行序的切换 那在测试呢 它就有一个叫做Test专用的 一个Dispatcher 那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要在Android 要去替换到它的Main的Dispatcher的话 它有另外两个Function 叫做SetMain跟ResetMain 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这个API 就是测试API的一个overview 好 那我们快速来了解一下 就是快速来回顾一下这个Coloutine 就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Coloutine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Launch 那一种是Async 那两种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最简单的差别就是 一个是有回穿词的 一个是没有回穿词的 那左边的Launch呢 它是没有回穿词的 所以它叫就是那种File and Forget 就是我呼叫之后我就不管它 那另外一种是Async 那就是它会等到Result回来 那这样等一下会 跟我们测试会有点差异 有点影响 那另外一种就是 当我们刚刚是简单一的 一个非同步的任务 那如果说我们是有一连串 那种Streaming的Data的话 我们是会可能会用 这两种不同的东西 一个叫做Channel 一个叫Flow 那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呢 Channel是Hot Dream 也就是说它会在资料 就是它取得这个资料之后 它就已经去让它去执行 去运作 那Flow呢 它可以在运作之前 它先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可能用一些Filter 或者是用一些动作 先让我们取下来资料 先做一些处理 所以它可能在最后面 在处理的时候 它才会不需要处理那么多的资料 所以这是有各自的优点 那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们的书上都有写 那今天不会特别的琢磨 好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测试 这个Launch的部分 那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Repository 那这个Repository 它是我们透过这个Repository 会把我们资料写到这个Cloud 跟资料库 所以其实我们不careRepository 写到哪边 因为这个是它的Business logic 那我们要care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用一个 用use case 就是那种 就是clean code的方式 我们去写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function 这个class的功能就是 我们要X score到这个Repository里面 那Repository里面 要怎么去做 我们先不管它 那我们这边定义的就是说 这个scoreRepository 它里面现在有一个function 它是有一个叫addScore 那可能带入一个name 然后一个score一个offger这样 那特别注意的到是 这边是一个suspend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它是可以用来这个coteam 做一个暂停的一个动作 好 那刚刚提到说 我们用的是addScore use case 那我们这边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repository传进来 然后把它带进来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 就只是把repository 当做一个转卸这样丢进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unitext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的 这个scorerepository来带进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针对这样的测试 这样的情境来做不同的测试 所以呢 以刚刚这个图来说 我们的手机端 如果我们要呼叫这个addScore use case的话 那到这个repository 那因为我们是suspend function嘛 所以我们可能会用这个lunch 让它去在背景去执行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测试这件事情 就是首先呢 我们大概假设说 我们在初始的时候 我们这个scorerepository 里面的score它是空的 那当我们呼叫这个addScore use case的时候 假设我们呼叫 加入这个名词 叫做比如说Andy 然后它score可能是100跟80 类似这样 那所以它里面就会有一个Andy 然后score180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判断说 我们经过了这个 呼叫这个addScore use case之后 我们得到 我们再去看这个scorerepository 里面的这个值 是不是我们所预料的 所以我们很简单 就是这个单元测试呢 我们就先initial一个fakescorerepository 那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第二步就是我们用一个lunch 然后去把这个任务 去把它执行起来 然后最后去看看说 这个size 我们其实我们就看size 我们没有看内容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看看说 它的size是不是1 好 那主要就是这一行 那我们去执行之后 会发现说 它的结果是0 不是1 我们预计是它1 它不是0 结果它是0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lunch它其实是 我们刚刚说的file and forget 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man's array 呼叫lunch之后 它会启动一个croutine 那在这个croutine呢 它会把这个任务 就叫做 adscore use case 在这边去执行 但是我们执行 arser equal的时候 它其实在man's array去执行 所以其实 这个adscore use case 它也没有完成 那它就已经去呼叫 这个asser equal 所以它没有办法 去得到正确的答案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们把我们要 做的这个动作 在asser equal之前完成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其实大概就这个思路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join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lunch 执行完之后 它其实会得到一个 这个lunch的回串子是job 那job呢 其实就是这个lunch 执行的一个任务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job里的join 去把它 把这个任务 加到我们的man's array去执行 也就是说 我们的任务会把 我们的执行的任务 会跑到man's array去执行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asser equal在执行的时候 下一行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必须要等到 下一行执行完 它才会执行 所以这样执行 它就一定会成功 那这样子 这个使用这种方式 有什么好处 其实它就是简单 就是说 我是 团队原本library 里面原本就有的 那就很简单就使用 就是我们原本在 我们plussian code 就可以使用的东西 我们在unitxt也可以同样就使用 但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一般plussian code的时候 或许我们在这样的城市 我们没有要用到join 但是在我们unitxt 我们就必须因为这样的case 加上join 所以可能就有一些confused 那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用这个API 就是taster的API里面提供的 叫做advanced until idle 那它的失误一样 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manceray 护架了这个 adscore use case 那用launch把它包起来 所以它会在另外 新建一个cotein 在里面去执行 那当我使用 我在下一行使用这个advanced until idle的时候 那它就会 等于说它会把这个任务提前去执行 然后 接下来的assert echo 它就会成功 所以因为它 等于说它会让前面的任务 去提前执行 然后 之后的任务 之后的动作就会成功 所以它的程式码就会长这样 就是说 launch是一样的嘛 那我只是在下面 加了一个advanced until idle 那所以在这一行上面的东西 它就会执行完 就是如果有这样 再包在croutine里面的东西的话 它就会被执行完 好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就是advanced until idle 它是只有在unitex来使用的 所以程式码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在unitext 就是它只会局限于在unitext里面 那我们就不用 用launch的回传值 那就会跟我们vlogging code是一样的 对 那不过呢 现在因为它其实你要用的话 它其实还会叫你标注它是experimental 它是在实验中的 可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说ok这样 所以如果有些疑虑 或许可能还是用join 好 那advanced until idle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蛮像的兄弟 它就说advanced 太白 就是说当我们 我们不希望把前面的任务 都一口气执行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能有 delay 100秒 200秒 300秒 可是我可能只是想要执行 到100秒的东西 我可能想要测试一些 有些任务太久没有办法执行的那种情境的话 我就可以用这个advanced 太白 就是我加入一个时间 让它去执行到那个时间点 那之后就继续往下执行 那这边可能再回去再试试看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 刚刚的部分就是到我们这个launch的测试 所以主要就是说 因为launch它会把我们的任务 就是丢到背景去执行 那接下来的任务就 因为它是fire and forget 所以它会不管原本的任务是怎么执行的 那我为了要测试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任务 去把它强迫把它执行完 然后才可以去 接下来去做而色一口 才会去得到我们正确的答案 那接下来试试看 这个async 怎么去做测试 其实 那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范例 稍微地改一下 就是我们改成叫做update score use case 那这个update use score 就是说use case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说它会回传一个score 就是当我们呼叫这个东西之后 它会回传一个score 所以它会等到它这个score回来之后 我才会继续往下走 好 那这use case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这个async 加进来之后 我下面再一个什么fetch scores 大概是多加这一行 所以它有一个return值在这边 好 所以有做两个动作 那这边有一个 我刚刚说就是有一个score repository 所以在这边的这个fake score repository 我就是这样子定义 就是它有两个function 一个叫add a score 然后一个是fetch scores 那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add a score它是把 它是delay 200ms 然后把我带进来这个score 加进来 然后这个score它其实就是一个map 那fetch score它就是把这个score 把它to map出来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东西 只是我在每个function里面 都加了一个delay 这样 所以一个是200 一个是500 所以如果按照我们昌理来看的话 执行同时执行这两个动作 它应该会需要700毫秒 这样 好 那所以呢 当我们使用async来去做测试呢 就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用async来包 然后它也得到一个回传值 那在这边呢 是用await来去得到它的value 得到它的结果 那我们一样是看它的size 那可以发现 就是这边 诶 图怎么出不来 好 可以发现呢 其实它就是可以pass 因为async它就是可以等到它的结果完成之后 才继续做 所以就不会有刚刚launch 遇到的情况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遇到说的 就是我们的main array 呼叫async之后 然后呼叫这个叫update scroll use case 那它当我们呼叫await的时候 它会等到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才继续往下走 所以这个async它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执行 而不会受到那些影响 所以我们就不用需要用到advanced until idle这种东西 那这个图出不来 其实这边是写说 它其实只有花了153ms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 其实我们刚刚两个步骤 一个是200ms 一个是500ms 那这边只需要153ms 为什么呢 那其实秘诀 秘密就在这边 就是当我们在执行一个 coloutine的unit test的时候 我们是用这个run test 来去做执行 那这个run test 其实里面就包含了一些东西 所以它会让我们在这个unit test的delay 它会把它skip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run test 来研究一下run test 当我们使用run test 建立一个测试的一个scope的时候 它其实是叫一个test scope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在我们的 我们的croutine它是需要dispatcher 所以在这个test scope里面 它就包含一个叫做test dispatcher 而且另外它会test dispatcher 它也使用了这个叫做test protein scheduler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我用run test建立一个test scope 然后它里面包含一个test dispatcher 然后它有一个test protein scheduler 那如果我们有 里面有很多任务的话 我们所有的dispatcher 如果我们有用到不同的dispatcher的话 我们又必须要用到相同的scheduler 我们才可以正常的使用这样 好 那这个计程图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test scope 它里面有包含croutine context 那就是包含 就是croutine的一些内容这样 那另外就是有包含这两个 比较特别的东西 一个是刚刚说的test scheduler 然后另外一个是background scope 好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我们刚刚第一个launch的例子 就是我们用run test 然后来去 在这里面去执行launch 好 所以我们就会把run test的东西 的那些test scope test protein scheduler 然后传给launch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 因为launch它其实是 coroutine scope的extension function 那extension function其实它就是说 它是这个扩充函数 那因为run test它的回传值是一个scope 就是test scope 所以其实test scope 就是继承coroutine scope 所以我的launch它就可以沿用run test 传进来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边其实就暂时先不管它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launch之所以可以用run test的那些内容 就是因为它是coroutine scope的extension function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在使用run test的时候必须要用相同的test scheduler 那它是怎么work的呢 我们回到原本launch的那个测试案例 如果当我们在manthray呼叫launch 然后建立一个hscore use case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任务丢到一个test scheduler里面 当我们在下一行呼叫advance until idle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里面的任务丢出来 然后执行 那所以是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我们之后在erser equal 它才会就是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 所以其实在test scheduler里面 我们刚刚说 其实它会根据我们的时间有一个叫tine 100 所以它会每一个任务丢进来的时候 它就包含一个时间 那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任务拿出来的时候 它会去看说你的时间是什么 你需要到哪边的时间 如果是until idle的话 就是全部都拉出来 那如果是tine 100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时间区间这样子 所以test scheduler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那所以如果我们在用不同的test dispatcher的话 那如果用不同的scheduler去使用 那它就可能就是 它就不能把所有的这个时间用 它就不能控管一些event在这个unitest里面 这是刚刚说的这个test schedule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 讨论一下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任务 它会比较耗时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一些方式里面 会使用这个with context 来去切换这个dispatcher 比如说以这个案子 好 假设我们刚刚的ada score use case 它需要很好时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用这个with context把它包起来 然后我们用一个dispatcher default 好 我们就预设说它一定要用dispatcher default 来去做使用 那它不是只有用不同的croutine 它是用不同的dispatcher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牵扯到不同的serate 好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你看我们回来这个测试 它就变成fail 纵使我这边有用advanced until idle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run test它会有一个 自己的test scope跟test dispatcher 那test dispatcher呢 它会使用这个test scope里面的 这个test colloutine scheduler 但是你如果用with context的dispatcher default 它是没有办法使用 这个test scope里面的test colloutine scheduler 所以它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任务 丢到这个test scheduler们去等待 所以你until idle advanced until idle就没办法做使用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用这种把test dispatcher 用注入的方式来去做替代 来去做解决 好 那同样的use case 就是我们把这个dispatcher 当作第二个参数 然后它预设指示default 把它传进来 那与with context这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建立一个叫做standard test dispatcher 然后把run test里面的test scheduler带进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standard dispatcher呢 就会是包含run test的 跟具有run test的test scheduler的dispatcher test dispatcher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dispatcher带进来 传到这个lunch里面 这个这样子就会成功 所以我们在使用unitest的时候 就要确保说 这个它的test scheduler是不是一样 这样子它才可以针对我们的 这些必须要delay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croutine 来做skip掉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针对这个unitest 就是unitest在做lunch或是async的部分 那也针对了我们这个run test里面的一些test scope 然后它里面test schedule了一些介绍 有问题吗 没有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 其实在做这个非同步的任务呢 其实streaming是蛮多在使用的 那flow是其中一个 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flow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flow off 来做把这一连串的字串转换成flow 那在转换之后 我们可以用透过这个map来把它这个值 转成可能就是乘以10这样子 比如说就变10 20 30 40 50 那最后呢我们把这个值把它加起来 然后我们看看值是不是150 所以其实它是pass 因为它其实这个flow 我们并没有用到不同的croutine 所以它其实就是等于说dance rate这样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用像这种shared flow 它就是有点像是half flow 那它就是等于说它会一直在背景 一直去listen这个event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是 这边有一个event bus嘛 那它可能就是建立一个shared flow 那有一个 我们这边里面有一个produce event 我们会把这个event丢进来 然后用这个emit去把这个event 传到这个event里面 那所以我们呼叫 我们去看这个event的时候 就可以去collate这个资料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一样用run test 那这边用一个叫unconfined test dispatcher 那这个unconfined dispatcher呢 它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主动去建立test dispatcher 它会直接用前面的dispatcher来做使用 它就不会建立新的 所以这个会增加我们测试的速度 那我们这边测试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一个event bus 然后可能叫string bus 那在这边用 建立一个叫 一个list 用来存里面的 收集到的值 那这个lunch呢 我们一样用这个test dispatcher 就是这个dispatcher把它传进来 好 那我们用这个string bus 来去收集里面的资料 我们把这个值 用这个旅照把它加起来 就加到这个旅照里面 这样 所以 那我们对这个string bus 传了一些叫andy的这个置串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 这个string bus里面 有一个置串叫做andy 好 那我们要看 就是说 这个旅照 这个旅照嘛 就是这个list嘛 它的第一个是不是andy 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子 不过这样子会费 因为它会一直 它任务不会结束 就是说 其实在这边呢 它的collect这个动作 它会一直去执行 一直去执行 它没有办法 它不会结束 所以它这边 collecting的预设的timeout 就是10秒 所以它经过10秒之后 它还是没有办法结束 所以它就发生essage 纵使你的第一个值是正确的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就是 好 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一样 是跟刚刚类似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launch的结果 job把它传出来 当我们把做完这个produce event之后 我们用cancel 去把这里面的任务把它取消掉 所以这边就不会继续 再去等待下一个event 那这种做法当然是会work 因为它把这个job里面的launch 把它cancel掉了 所以它就可以继续执行 那这就跟刚刚说了一样 就是当我们使用job的时候 就变跟我们的prolussian code 是不太一样的 那就会是变成两边 会不match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当我们用launch test呢 其实我们刚刚没有看到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包含 有一个东西叫做 背光scope 那这个背光scope 就是在这个地方做使用 它做什么使用呢 我们用这个背光scope 来去启动这个launch 所以当我们这个任务 到背光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被卡掉 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launch前面 加了这个背光scope 就是等于说 让它在背光scope去做执行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成功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就不用 不需要用这个job的cancel 去把那个job去cancel掉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介绍一下就是 如果说我们要在Android 要去测试这个man的dispatcher 怎么要怎么做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测试呢 因为dispatcher main 其实是必须要把Android launch launch的那个环境 launch才有办法去做测试 那如果我们一般在unitex 是没有这样的环境的 那其实很简单 它只是要在我们的一开始 测试一开始 用dispatcher set main 去把它set起来 那这边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是 new single array content 因为main array卡可能就是 single array这样 那我们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main把它reset回来 就做这个动作 所以把我们的测试码 夹在这空间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到最后就是 我们结论就是 我们要用这个run test来做测试 就是把我们测试码 包在run test里面 那它预设可能是 叫做standard test dispatcher 那它里面有包含这个test schedule 那test schedule 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些event 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clotein 做的任务去把它丢到里面 当我们需要加速的时候 可以用advanced until idle 或是advanced time by 类似的东西 去把它test schedule 里面的任务去丢出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使用注入的方式 去把dispatcher 注入到我们的unitest里面 在我们的class里面 那会帮助我们的测试 那最后就是 我们如果要测试这个flow呢 要记得使用这个background scope 会帮助我们的测试 因为它会自动把这个任务 去把它取消掉 那如果要在android去做测试main的动作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setmain跟resetmain 来去把这个main去做一个mark掉 好 那最后就是来推销一下我的书 就是这本书是最近在特销 所以那个tano有特价啦 现在是五折 如果有兴趣可以买一下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想要看这本书 在我们的摊位 这边的摊位是有词书可以看 那今天是我的演讲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Andy 那因为刚刚有一点delay 所以我们这次休息先休息五分钟 那下一场是11点30分开始 谢谢各位